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普勾成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 学院奇境中的民间牌局 首先我们来看一道 迎刃破竹式 请来棋盘 现在呢轮到黑棋走 问黑棋 能不能破坏掉白棋的眼位 去杀死这块白棋 这个题很有意思 看着好像 这个 变化空间不大 但是次序要走得好 这一道题 是一道朝鲜 学院奇经版本中的题目 中国古代学院奇经 分三个组合部分 一个是中国古代 这个明朝的清朝的各种课本 手抄本 还有一种就是流传到 日本去的手抄本 和流传到韩国去的 这个流传到朝鲜半岛去的 手抄本 这道题呢 这个中国古代版本中没有 但是 他在朝鲜的学院奇经古版本里 出现过 非常有趣 黑棋先走 实际上这是一个 怎么破眼的问题 假如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再冲 白棋挡 这就什么变化也没有了 黑棋再从这里搬也没有用 白棋就断 黑棋再冲 白棋挡住 这个单纯硬冲的变化 只能让白棋变成近货 所以这里边有几个地方 先要强调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冲 是不能出一遍冲 这个一冲 他一接上 这只眼就变成了铁眼 没有变化余地了 就算在外也没有用 叫吃 他可以提掉 下边这只眼 无论如何也破不掉 这是变化其一 这个不能随便冲 变化其二 就是这个也不能随便冲 这个一冲 白棋挡住 这个眼 他就变成实体化 下边黑棋搬这个破眼 白棋就断掉 黑棋即使在扑 白棋就提掉 就算你再扑 也没有用 白棋再提 现在再一看 这边这个眼位 还是去不掉 没有办法 破眼进攻 就剩这一个冲了 冲人沾上就完了 这个白棋两个眼 活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 这只眼变成实体型眼位 这个棋 也没法对杀 所以在实战中呢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很容易就 麻麻糊糊糊就过去了 眼光招一瞄 这个是活的 这没法杀 很有趣 这个地方 黑棋 居然有这个 巧妙的 星期次序 可以想办法 把这个白棋杀死 关键就在于 不要让两只眼 都落实 要让这两只眼 变成虚的 似有若无之间 利用巧妙的 星期次序 冲击白棋的弱点 我们说白棋 这个弱点是什么 这个题很有趣 白棋的弱点 是弃井 这说这弃井 可能朋友们 看哪弃井 哪和哪 这个 这个就需要 经过一个整理的过程 黑棋先动手 说了这个不能冲 这个不能冲 刚才说过 要从哪动手呢 要从这搬 这是杀棋的第一步 搬进去 当然是 这个棋是死的了 这个是弃子 利用弃子 找到白棋的弱点 黑棋搬 白棋当然不能让步 这个地方如果 随便退让一下 被黑棋把这个接上 这只眼味就没了 白棋想在这 做出两只眼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 必须要断掉 这个才能接着 再往下 看这个后边的变化 是什么 黑棋这个时候 第一步走完了 第二步描手 又要走出来 再速 这个是 有意思的手劲 这个棋不能冲 到底在哪 就是一冲 被他一挡住 这个子就废了 等于白白的 这个地方送吃了 在这边呢 没有手段 所以这个棋呢 要先送 考验白棋的应手 看看这个棋 白棋怎么办 白棋这个棋 如果保这边的眼位 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你走这个也可以 走这个也可以 这边的眼位 这边的眼位都能保住 但是被黑棋 从这一冲 上边那个气 能弱点出来了 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没办法断 这地方光有一只眼 肯定是没有用 这个肯定是死棋 所以白棋 必须要去吃这两个子 这两个子是不能放过的 我们说棋盘的子 只要存在 都是可能有用的 千万别去随手叫吃 一叫吃被他一提掉 马上这个棋 白棋就变成火棋了 这两个死子 看似无关紧要 其实跟这个整个死活有关系 现在没这两个子了 这地方白棋 安安静静 什么 这只是铁眼 这只也是铁眼 根本没办法去掉 这有两个死子 这只眼位 就变成不是铁眼 黑棋 挖着妙手 就要应用而生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这个挖进去以后 这个意外的 这两个死子发挥了作品 白棋这地方眼位 马上就这样的不清楚 这个地方次序要注意 一定要先送这个 这个是要紧的次序 逼着白棋去考虑 是接还是吃这个 让这两个子紧住白棋这边的棋 这个棋如果单挖 这个就是坏棋 白棋冲吃 这两个先交换完了 再走这个 为时一晚 白棋这个地方可以叫吃 你知道接住 白棋再把这个接住 这要求活棋了 下面黑棋如果冲这个 白棋一提 他这个棋主体就活了 当然你这么破眼已经没有道理了 这么破眼被他沾上 他那边那两个子也是死的 这两个子也是死的 这个等于全摆走了 所以一定要把次序做好 送吃的时候 要先送这个吃 至关紧要的次序 这个时候白棋在这不管怎么折腾 总不可能做出两只眼 所以白棋只能去吃这个 于是趁着这两个字 还有余热 黑棋一袜 手筋 第三部手筋出来 这三部棋都是相互关联的 但是这个设计的很好 这个题目设计的很惊悍 白棋如果吃这个 现在黑棋就不是从这冲了 这一走又把他送火了 黑棋从这叫吃 变成了绝好的次序 利用这两个字的余热 破眼惊弓 白棋只好提这个 黑棋再见 这个时候妙了 白棋没办法吃这个 他这不入气 我们说这两个狮子 充分的发挥了这接应的威力 白棋没办法在这入气 只好提这两个 这样黑棋从这一打 把这个眼破坏掉 整个的杀死了这块白棋 黑棋挖的时候 白棋如果不从这冲吃 也没有用 这个手机一发作之后 白棋如果不吃这个 你从这叫吃 也没有用 黑棋一种变化 是可以先冲 等你接上之后 黑棋再接这个 这个肯定是死的 黑棋冲的时候 如果你提这个 黑棋断进去 又还原成刚才那个图形 你提这两个 他这叫吃 你活不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从这叫吃的时候呢 黑棋简单的 从这反叫吃 你也活不了 你知道题内 这样呢 黑棋回头 从这冲吃 又把这个眼位破坏掉 白棋还是活不了 所以我们发现 这道题 设计的非常不错 短小金汉的发挥了 手机能威力 最终 黑棋 净杀白棋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学院奇经》中的 迷珠式 请看棋盘 这是一道变化 比较复杂的题目 看着脚上的空间很小 但是 黑棋要想杀白棋 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这个白棋啊 很有弹性 黑棋如果单纯从外面去 叫这吃 白棋 硬挡 黑棋如果成这个 白棋再接住 几兽器一交换 就看出来了 这个棋 白棋 已经静活了 下面黑棋再拖 白棋挡住 这个是 完全没办法杀了 这个地方空间 太大 说这个棋 如果从这边走怎么样 这又是一种 进攻的方法 白棋 这个必须挡住 这个地方是要点 黑棋下面 如果走这个 这又还原成 刚才那个样子 白棋接着就破了 同样呢 白棋即使立在这 这也是货棋 也没办法吃 因为你点了以后 他接上 这只脚里有一只铁眼 所以这个 从这边进攻的下法呢 看起来都要遭到挫折 这个棋直接往里送 这个也不够呛 因为白的这个空间 太大 白棋走这个 黑棋如果 在里往里破眼 白棋可以吃这 下面 黑棋破这个眼的时候 白棋做这个眼 黑棋如果破这只眼 白棋可以把这只眼做上 这个白棋的棋形 也意外的 有弹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棋 由于白棋这两个子 占据的要点 占据的很清楚了 黑棋从外面进攻 无论是这里进攻 还是这里进攻 都很不容易得手 所以黑棋要另辟蹊径 他要先去想办法缩小 这里的坐眼空间 第一步棋 先在这里拖 这个是有趣的杀棋手法 拖这个白棋 如果在这硬 这两个一交换 黑棋再从这里较吃 白棋这地方眼位 马上就不够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交换 把这个自己眼位给堵了 白棋如果走这个 这边呢 黑棋千万不要去这么叫吃 这么叫吃 被他一反叫吃 马上他这的弹性全出来了 下边你在这破眼的时候 白棋可以走这个 黑棋脚里虽然能破眼 但是下边白棋不是提这个 提这个被这一叫吃 这样呢 白棋被警杀 问题是他不提这个 他接到这去了 这一下就没法杀了 下面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坐眼坐到这儿去了 白棋静火 如果黑棋搬在这儿 白棋提上面这个字 也是静火 所以这样的棋行 黑棋脱这个白棋在这儿 扩大空间的时候 黑棋要注意 千万不能随手到这儿去打吃 那说这个棋要走什么呢 很有趣 他这个托啊 后边藏着一招 很凶的棋 就是从这连根搬进去破眼进骨 这个搬进去之后 白棋 没得选择 必须把这个字想办法吃掉才行 如果你走这个 黑棋向里一冲 脚里眼位全没有 这边白棋不可能坐俩眼 如果断吃 黑棋往上反冲 这边白棋气紧 也留不下这两个字 如果白棋走这个 黑棋叫吃 白棋提掉 黑棋再叫吃 脚里是一气追杀呀 白棋只好接上 黑棋再冲吃 这样下呢 也没有什么悬念 这个脚里的气 全没有 也就是说黑棋走了这个之后 一路脱之后 留着一个搬出来的 很凶的气 黑棋脱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走这个 这又是一种抵抗手段 对杀时候呢 这个双方都要小心 一步都不能走错 白棋抵抗的时候 我们来看棋盘 二路挡 黑棋怎么办 搬着破眼 白棋拐这个的时候 黑棋要小心 这个地方如果随手往前一冲 这个就要上当 白棋挡这个 挡了之后 黑棋如果不接这两个子 搬在这 白棋叫吃 这个地方 马上就活了 但如果接这两个子 白棋接住之后 意外的 白棋憋着有一只眼 脚里又有作合空间 这个又不好杀了 你走这个 他作眼 这个脚里这只眼 是没法破的 你如果搬这个 白棋缩在这里作眼 也是近火 所以这个 往前一撞 这个棋马上就要出错了 因为撞了之后 看着好像很痛快 但是你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人家叫吃了 所以这两条棋等于 帮了白棋的忙 所以黑棋不能走 这个要走什么呢 黑棋这个棋 要从这里搬 这个搬 才是这个 一路脱之后 藏着的好手段 下面白棋如果冲这吃 黑棋往脚里冲 白棋尽管接上是先手 黑棋就老老实实的 把这两个子连回去 连回去之后 白棋这里眼位不够活 白棋即使提了也没有用 这里只有一只眼 所以黑棋这个搬 是很厉害的杀法 白棋不能从这里走 如果从这里走 黑棋接住 白棋依然没办法 因为什么呢 白棋这个叫吃不是先手 如果叫吃是先手 黑棋只能接在这的话 那当然白棋做这个眼的活了 黑棋这里不入气了 但是现在你叫吃的时候 他可以不理你 直接搬上去破眼破在这 等你提的时候 他再把这三个接回去 这样呢 白棋眼位还是不够 这个提不提已经没用了 即使打吃在这也没用 黑棋就从这接回去 脚里还是只有一只眼 这个由此可见呢 脱了以后 白棋如果等这个 黑棋搬这个下方 还是有利的 白棋如果拐 黑棋这一搬 两边呼应 就把白棋眼位给破掉掉了 黑棋搬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在脚里退让 黑棋就把这两个吃掉 由于这地方 已经有一个先脱的关系了 白棋这个地方做不活了 这招 点是好气 如果走在这 这个马上他就活了 你再破眼的时候 他提这两个 顺手这又出了一只眼 这个黑棋弄巧成拙 所以这个地方 要直接点眼 别往里捅这个 直接把这个眼一点 白棋接上之后 黑棋再从这里破眼 这个棋 他就活不了了 白棋走这个也没用 走这个黑棋从这破眼 提这个子呢 只是一个假眼 也活不成 所以这个拖 是非常妙的一步棋 拖了之后 我们说白棋如果走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结果 这样的棋行 黑棋如果还走这个 白棋挡这 由于这里呢 挖没有用 挖了以后白棋叫吃 黑棋掐吃 白棋提起来 黑棋再勒吃 白棋坐眼 还是能活 这个棋有意思了 走了这个 看着好像这一个 鲜手便宜了 但是如果你走这个 他还是可以在这里边 做活 这里边眼位 还是保持的 很完整 黑棋走这个也没有用 走这个白棋 紧在外边 这个棋 眼位也很大 黑棋 只要去接这个 白棋再把眼位 扩张起来 家里呢 也是活棋 所以这一个顶光 和这个交换 如果黑棋拿不出 很厉害的杀棋手段来 这个棋 还是不行 我们看到 黑棋在这 都会靠的好棋 先走这个 压缩了对方眼位 再靠进来 这个下法就 非常的凶悍 白棋 如果退让 黑棋 再从这里吃这个紫 这回白都活不了 白棋 如果接住 黑棋往里送 这个是 没有办法活棋的棋型 所以白棋 只好走这个 黑棋呢 往里破 这个棋呢 也是活不成 白棋下面 如果想扩张眼位 黑棋就搬 白棋只好再接 这要叫吃了 因为你走这个是不行的 走这个 他一吃 黑棋回家了 白棋自动死亡 所以白棋之后 把自己连上 但是黑棋在这里连续破眼 这个时候 这俩交换就起到了破眼的作用 黑棋再往里送吃 这个已经活不成了 白棋尽管还可以提 黑棋 黑棋就吃这个 黑棋就吃这个 里边吃三个不活 这个地方有断头 这是断头的假双火 白棋呢 近死 所以这个棋 所以这个棋呢 这个下的是相当的精妙 黑棋靠这个 白棋如果去吃这个 黑棋这个棋呢 再点 就等于把白棋的作用空间 就给缩小了 白棋如果沾上 黑棋这个时候呢 他不是走这个 走这个被你这一作眼 这个就活得很干净 黑棋再一挖 现在挖白棋没地儿逃了 白棋只好吃这个 于是黑棋掐吃 这只眼终于给他破掉 白棋只好提掉 黑棋再吃 最终 这个棋 这个白棋呢 很精彩的 这个下的 黑棋下的很精彩的 把白棋眼位 都是压缩掉了 走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白棋只有一只眼了 我们看到这两个交换 价值连成 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 我们单走这个样子 比如说 这个棋单走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点 白棋接住 黑棋挖 白棋叫吃 黑棋掐吃 白棋提掉 黑棋再吃 左半边作战都是成功的 但是 没有这个交换 白棋留下了这个作活空间 黑棋将要白忙 所以黑棋在左边发动战役之前 现在一路拖 这个是好次序 拖完了以后 看白棋在这怎么硬 白棋只要一硬 黑棋再从这里连根破眼进攻的手段 就变得厉害了 如果不硬 白棋如果在这边挡 或者走这个 黑棋这般的手段出现 白棋同样活不了 所以这道题目 黑棋一定要把杀棋的次序走对了 最终才能成功的杀死这个白棋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学院棋中的新闲事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问黑棋能不能杀死这个白棋 黑棋这个棋呢 一定要想办法彻底的破坏掉白棋的眼位才行 如果假如在这冲 白棋挡住 黑棋叫吃 白棋接上 黑棋搬 白棋断掉 这个是咱们也杀不死的 黑棋如果接在这 点在这 白棋接住 这里边本身就够活了 即使走这个 白棋接在这 这个黑棋 拿白棋没办法 先冲 白棋挡住 黑棋如果点这个 白棋可以接住 这个棋也是杀不了的 下面黑棋点这个的时候 白棋接上 黑棋尽管还能破眼 把脚里那只眼破掉 但是白棋在这里冲 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新的眼位 再冲 叫吃 这边这只眼位呢 无论如何也破坏不掉 所以说白棋诱惑了 黑棋在这个局部 一定要想办法走出棋子的好棋来 要走出二二这招 棋子妙手 否则没办法进啥白棋 这个棋如果就用小手筋点这个 白棋挡住 黑棋在靠 白棋挡住 黑棋叫吃 白棋接上 黑棋反叫吃 这个倒是形成一个结 但是我们说这道题打结 还不是正确的解答 一定要想办法净杀白棋 想静杀就必须要走在这 至日死地而后生 对此呢 白棋必须从这叫吃 不能从这吃 从这吃黑棋一立 逃回家去了 白棋自然死亡 所以必须要吃在这 黑棋立倒多送一个 也是很有必要 白棋这个时候呢 只好接上 这个是没办法 如果这个棋吃在这 黑棋掐吃 白棋提起来 这样呢 这边这支 不是完整的眼位 黑棋搬一下 把这边眼位去掉 再铺这个 这个眼位就要不够 下面如果白棋走这个 黑棋可以把它走这个 把眼位去掉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可以往里冲 白棋如果顶住 黑棋再挖进来 这个 虽然你吃到这个子 但是眼位不全 白棋只要叫吃 黑棋掐吃 白棋提掉 黑棋再叫吃 我们看黑棋走了半天 只有这一支眼位 这个一扑之后 角里眼位已经给破掉 没眼了 所以黑棋在角里立的时候 白棋是没有办法抵抗 不能走这个 简单的这地方 你脚吃一破眼 这个地方 这边角里就没眼了 为了维护脚这支眼 他必须要把这个沾上 下面该轮到黑棋动脑筋了 黑棋如果吃这个 白棋在这简单的挡住 活了 怎么呢 这个角里这两个子跑不掉 白棋这个地方有一支铁眼 这个黑棋就白忙了 所以这个不能随便吃 一定要作为一种保留节目 先冲这个 这个白棋必须挡住 黑棋再点 这个白棋也没话说 必须要接住 黑棋这个时候 要出描手了 尽管这个时候 黑棋如果接这个 可以破坏掉白棋这支眼 但是被白棋一吃 他活了 这个是怎么也不能通的 所以黑棋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支眼破掉 这还不能在这儿叫吃 在这儿叫吃 白棋这一吃 又轻松的活了 所以黑棋没有别的路数 必须强行破眼 黑棋强行破眼的时候 白棋如果接住 黑棋把这个一接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 眼威自然就不够了 吃三个 这个是不活的 所以白棋没功夫 在这边走棋了 必须要向前冲 把这个字吃下来 黑棋往里冲 白棋断掉 出看之下 好像这样是已经活了 因为什么呢 如果黑棋吃这个 白棋提掉 黑棋吃这个 白棋叫吃 这不是邓丽眼的 这个两支烟 已经做出来了吗 且慢 黑棋现在这个子 死掉了 这三个也死掉了 但这几个子死的 都不干净 还有借用余地 千万不要说 就这样放弃了 让白棋活了 黑棋这个时候 要走妙手 什么妙手呢 强行破眼睛攻 这招是绝的 多送一个 给你吃 已经送了一个 再送第二个 白棋 非提不可 说已经摆成这个棋行了 我们看到就很清楚了 接着再送第三个 送一送二送三 结果呢 是可以撞进白棋的棋 白棋这个地方呢 没办法在这边吹让 一吹让被黑棋叫吃 白棋之后提这个黑棋破眼 我们看到这边还是吃三个不活 但是我们说这部棋 如果不走呢 终归又欠了半手棋 黑棋连送三个之后 白棋如果去守这边这只眼 黑棋叫吃 白棋提掉 黑棋再吃 我们意外的看到 局部出现了金鸡独立的气性 白棋没办法在这入吃 所以这个棋呢 黑棋在这里连续送吃 这个是非常妙的棋 黑棋送吃成这个样子之后 白棋即使提也没有用 黑棋也可以先走这边 白棋接住之后 黑棋再吃这 黑棋呢 同样也可以先吃这边 白棋叫吃这个时候 黑棋再去要求破研 白棋现在人员弃紧 这地方没法入紫 入紫就被全提掉了 尽管还可以提一下 但是没有用 黑棋不是去这破研 黑棋可以在这叫吃 如果你接上 黑棋从这边一提 黑棋提两子就回家了 当然如果白棋要接的话 这也没有生路 黑棋从外边叫吃 也同样可以杀死这个白脚 所以这道题 黑棋的连续弃子 是非常厉害的下法 先在脚上弃了两个 然后呢 在脚上弃成 把这两个弃成三个 这边又连续的 把一个弃成两个 两个再往里铺第三个 连续弃了六个字 最终破坏了白棋的眼位 黑棋达到了 净杀白脚的目的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 《学学器经》中的一道名作 讲武士 这是一道超大型题目 这个杀棋的变化非常复杂 非常有趣 请看基盘 现在呢 是轮到黑棋走 问黑棋大龙 有没有生路 这个是整个一个 拨半盘子 骑行 黑棋本身 想作眼 只有中间这一只眼 另外的地方 想作第二只眼 是非常难的 所以黑棋要想活棋 必须要能 冲击白棋的薄弱环节 第一步棋 接通这里试试 能不能活 白棋如果一挡 黑棋一立下去 这个简单的就做出一只眼了 黑棋活了 黑棋一活 这个白棋就不用下 所以黑棋靠这个时候 白棋要有手筋 破坏他的眼位 黑棋如果往下沉 白棋再挡 黑棋掐吃的时候 白棋反叫吃 黑棋提掉 这边这个眼就算破掉 白棋夹的时候 黑棋长 白棋挡住 黑棋即使从这吃也不行 白棋先破这个眼 是好次序 等黑棋再接的时候 白棋再往里应送 黑棋只好提掉 白棋再破 所以这个地方的变化呢 给大家摆清楚了 就是黑棋在二路 尽管可以拖到一下 但是呢 对作眼并没有帮助 你拖的时候 白棋可以加一下 这个是白棋杀棋的手筋 黑棋在这里 并不能简单的作眼 也就是说 黑棋在这儿是活不了 黑棋要想冲击白棋的弱点 必须从这边开始动手 因为白棋如果连到一起 还带着眼位的连到 这个棋是根本的 黑棋是毫无希望的 所以黑棋第一步 要把这儿的眼位 把它击破 我们来看黑棋怎么击破 白棋的眼位 冲这个 这个没变的 只好等住 再冲 这个也只好等住 下一步棋 黑棋点在这儿 这个是第一妙手 看白棋怎么应 白棋如果接在这儿 黑棋马上就活了 他那一尖顶啊 这两个子就不回去了 如果你冲 黑棋一断 这两个子死了 黑棋中央 有一只铁眼 这样两眼成活 黑棋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如果从这儿叫吃 黑棋就接住 白棋提这个 表面上看好像 还能保持联络 但是黑棋一扑之后 这个地方太脆弱 这个全是一堆的接不归 根本就连不回去 所以黑棋点 这招是第一个妙手 点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叫吃 这边出现接不归了 这个当然也是白棋作战失败 所以白棋在黑棋点的时候 既不能走这个接 也不能松气 一松气 黑棋叫吃进来 只能保持联络 走这个 但是这两个一交换 整个这地方 白棋的眼位就没有 黑棋这冲一下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这先手扑 这个没办法 白棋只好提 黑棋再扑 这个就连续的出现了这个 去眼的招法 再扑 白棋还是只好提 黑棋扑 威胁要吃接不归 白棋不能再脱先 如果白棋脱先补这边的毛病 黑棋紧气 白棋接上 黑棋扑 白棋提 黑棋再接 白棋接不上了 这三个接不归 受不了 尾巴一被杀 这有一只天眼 黑棋已经活得很干净了 所以白棋不能脱先 黑棋扑着紧气的时候 白棋必须要想办法 我回连 接上 接上的时候 黑棋扑是秒数 这个扑 这个白棋 躲不过去的 白棋这个棋 接在这 他就扑在这边 如果你这个棋 接到这边去 黑棋就往这边扑 总之 气数都是一样的 在哪边接都一样 白棋只好提掉 这边黑棋 已经定型完毕了 这个假定把它走掉 走掉是为了看得清楚 因为一接 白棋只好接 再一走 白棋又只好接 再叫吃 白棋还是只好接 这个摆出来 是为了大家看得清楚 实际上应该不走的 这几个都是宝贵的大劫财 都要保留 说哪打劫呢 现在还看不清哪打劫呢 但是要有必要 先把劫财留住 黑棋这里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黑棋这个准备工作在哪 这个又是妙手 说这边一个二路凑点是第一妙手 一招棋就把这全打成大饼了 全是什么眼味也没有了 这个以备后用 这第二招点 又是妙手 这个考验白棋怎么硬 没有这招点 黑棋要想杀气 只有和这块棋杀气 但是黑棋冲 白棋可以逃 黑棋再叫吃的时候 白棋不接 如果接 这个点就没有必要 但是白棋可以不接 他可以做这个打 环一度过 这一下 这个白棋和这个白棋 两块白棋连成了一片 没法杀 这个马上就要变成火棋 黑棋就要大容 无疾而终 所以不能让白棋 从这里度过 黑棋要走出一步 先点的妙手 这个棋 如果搬是没有用的 搬的话 人家可以叫吃在这儿 下边你再从这儿叫吃 人家还是退 再冲吃的时候 人家提掉这个 还是打而怀疑 说叫吃的时候 白棋这儿叫吃 黑棋如果在这儿叫吃怎么样 白棋接上 这个没有用 你这个 棋是后手 你再提的时候 白棋补到这边去 这边这个子已经连回了 这还要着你的段 你只好接这个 白棋从这儿叫吃 这样的棋呢 又没变化 脚是活的 或者这条棋呢 走在这儿 说不定更干净 走在这儿也可以 反正这个一走 这块棋就活干净了 黑棋 这个地方动不得 这儿有一个接不归 如果等你接这个的时候 白棋再叫吃 再接这个 白棋再做这个演 这个棋呢 白脚一活 黑棋大龙 又要全军覆没 所以这个班是没有用的 班要遭到人家 这儿打吃的 强硬还棋 从这儿挖也没有用 挖在街上 这里边是活棋 所以这个棋呢 黑棋在这儿局部 一定要下出最强的手段才行 黑棋这个地方 利是先手 因为什么呢 如果不走 下一步棋一吃 就直接活了 中间一只眼 这儿一只眼就活了 所以黑棋利的时候 白棋一定要把这个连回去 但是这个利是缩手 利完了之后 再从这儿 想从这儿施加手段 没用了 如果加这个 白棋挡住 黑棋度过 白棋叫吃 黑棋接上 白棋坐眼 这个眼睁睁 看的就活了 黑棋如果点这个 也没有用 白棋双上 下边 如果你去破眼进攻 白棋把你这个子留下 它是活的 你如果去救这个 也没有用 这儿还有一个活棋的余地 所以这个硬腿 看不出什么帮助了 走了以后 计算有这个硬腿 即使你挖这个也没有用 白棋挡住 黑棋去断 这个时候如果走这个 它就硬错了 它可以走在这儿 或者走在这儿 都是 近活之行 白棋只要一活 黑棋大龙 就全死了 所以给大家准备一下 这儿的变化 就是这个力没用的 也不能单从这儿冲吃 冲吃它度过 一定要想办法 先手不能让它度过 所以产生了这招点的变化 过去呢 说这个棋呢 这道强武士啊 这个中国古代的版本里边 说这个棋呢 是黑鲜活 黑棋下的很妙 先点这个 再点这个 最后呢 跟这儿杀气 跟这块棋杀气 把白棋给逼成了这个 这个双道铺 这个黑棋净活 但是呢 实际上 这道棋 净活是没有的 应该是打劫火 大龙打劫火 所以这才产生了这样 留着劫财的说法 现在我们先来看这局部 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应该怎么硬 过去的时候 各个版本都是这样的 说的 中国古代版本就是说 你点的时候我硬 保证脚里活棋 下面 让你这个子连回的时候 我再去这儿作演 脚没问题 结没有了 但是这样一来 黑棋这个点 这个子啊 他就达到了一个重要的目的 什么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你叫吃的时候 他只好跑 再叫吃的时候 这个胆怀疑的棋没有了 白棋再想从这儿度过的时候 黑棋可以从这儿 尾巴上追杀了 这个棋一并 古代版本的正解 实际上就帮着黑棋 达到了他自带目的 你再充斥的时候 白棋就只能接了 这样呢 白棋不能从这里渡过去了 这边 黑棋就有施展手段的余地 我们来看 黑棋在这边 怎么施展手段 先看看古代这个版本的正解 黑棋先把这个走上 白棋这个非接不可 这个地方不接 被黑棋充斥下来 这边都是接不归了 这个是没办法的 黑棋再走这个 这个也必须破线进攻 否则黑棋就活了 于是我们看到 这里黑白棋的防线 出现了弱点 黑棋现在这边没有结了 因为一点之后 这已经先完成了 先手阻渡 可以把这个棋都紧完了 白棋之后接住 黑棋没这个字 黑棋现在接这个 白棋接这个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 把这里棋都先手收完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黑棋 有了施展手段的余地 这个我们看到已经很熟悉的 就要出现双道扑的对杀棋型 黑棋这个地方要注意 千万别随手去叫吃 你如果随手一叫吃 白棋 把这个接上之后 这里边都没棋了 这里边一旦没棋 这个大龙黑棋就要静死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脚是活的 这个地方黑棋做不出眼位 只有这一只眼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不能随便叫吃 当然这留着白棋有一个度过 那就看黑棋什么时候走这个棋了 反正不能随手叫吃 也不能随手去扑 这个一扑啊 也要出大事情 白棋提掉 黑棋再叫吃 白棋接上 这里 你铺了一个之后 这里就没有棋了 再去断的时候 白棋不是从这吃 从这吃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金鸡独立的棋型 正好把这个两边白棋都杀了 但是白棋现在可以从这吃了 你只好尝出去 白棋再从这里接上 出现了这一个接 如果没有这个接的变化 只能走在这的话 这个黑棋计谋得逞 再往里扑 这个就变成双道扑的气形 这个白棋全死 但是你先扑 次与走错了 打吃肠的时候 白棋可以接在这 结果要变成有眼杀无眼 白棋都火 黑棋大龙全死 那我们说这里到底是个什么棋呢 这里的棋 这个不能打 这个也不能扑 这个棋要先断这个 这个是局部正确的对杀次序 白棋看从哪叫吃 这个总要硬啊 不理解人家从这把你全吃了 白棋如果从这里叫吃 黑棋铺这个 白棋提掉 黑棋再叫吃 这四个不敢再接 只好提这个 被黑棋一提这四个 这儿有一只眼 这儿提四个一只眼 黑棋大龙 成功的逃跑 变成火棋了 白棋如果接这个 黑棋再一立 这就是金鸡独立的气形 左右白棋全要死 所以白棋这个死 四个子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回去 黑棋先断 白棋如果一吃这个 这一扑一提一吃 四个回没了 所以白棋顽强的 要想从这儿叫吃 这个时候 黑棋千万不要去扑 刚才说过了 一扑一提 一吃 一接 再往这走的时候 白棋要接到这儿去了 这个一下子 这个棋 这个黑棋就全死了 所以他不能扑这下 但是也 在这扑这之前 他要先送这 这个 这个是巧妙的 对杀次序 白棋不能从这儿吃 从这儿吃 直接就接不归了 这也不用什么变化 所以白棋只能从这儿吃 现在白棋不能接这个 因为这儿没有子 你接这个 这不是被人全吃了吗 所以只能吃在这儿 黑棋这个时候再扑 白棋之后提掉 黑棋再吃 现在我们看到 这四个 你还敢接吗 如果你接上 黑棋扑 这个提 不能提这个了 提这个 这个地方再反提 全提光了 只要提这两个 最后一步 缓棋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 下成这个样子 黑棋再往里边一扑 白棋哪个都不能提 这个是典型的 双道扑棋型 白棋全死 下成这样的结果 这个古代的 中国的各种 学院棋型版本 有的说这个结果 是黑先生 就指了这个 白棋最傻最傻的 什么全要 最后被人双道扑 全吃死 黑棋反倒把白棋杀了 或者呢 说黑棋活 这说的比较正确了 就是说这样的棋型 打吃这个 被一扑一提 再叫吃 四个不能接 这个是黑棋活了 但是我们说 古代版本 不管是黑先生也好 或者是黑先生活也好 都没有 达到正确的解答 这个棋 没有古代版本 没有演述出 白棋最强的 对抗手段 我们把这的棋子 拿下去 这个早先的变化 这边的紫 现在都没有 棋盘还是空的 这些都是黑棋的结材 都不能随便走掉 是这样的棋型 关键在哪 怎么才能出结 关键在于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 要有 对应手段 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这个棋 我就硬一个 这是看着是本手 实际上让黑棋就得逞了 黑棋 这一吃 这个字 等于是利用这的双道扑 和这边的一系列 景气变化 就把白棋给杀了 所以这招棋是不行的 一定要想办法 这个棋呢 也不能接在这 接在这 是根本没用的 被黑棋一连回去 这个棋就要命了 马上面临一个坐活问题 你如果去把这个子连回去 黑棋再往里走一个 这个肯定就 没有活路了 如果这个棋去走这个 黑棋往里送 白棋叫吃 黑棋接住 白棋尽管这个脚还能活 但是你活脚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说被这个黑棋一充斥 这个子变成了棋也不贵 黑棋大龙 简单成虎 所以这个棋呢 变化 白棋沾这个是不可取的 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一种打结变化 是走这个 这个倒是可行的 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倒是可行的 黑棋呢 现在还是吃不着这个子 如果这么去叫吃 白棋逃 黑棋冲吃 白棋还是可以从一路渡过 这招棋点白点 那这个棋马上就黑棋 从容的 这个白 黑棋大龙就要全死了 白棋度过 没有这个对杀的变化 所以白棋连这个的时候 黑棋不能马上吃这个 还要跟着这脚里走 等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接住 这个黑棋接是先手 下面呢 黑棋威胁要从这里吃这个 白棋只好把这个接上 如果白棋去补这个活的话 脚是活了 被黑棋一吃 黑棋又简单活 所以白棋只好接这里 于是黑棋从这里扑 白棋没法再后退了 白棋再后退的话 这一点竞死了 所以白棋只好提这个接 这个呢 是这道题第一种打劫办法 就是白棋硬在这儿 逼着黑棋从这里来扑 这样的局部将出现打劫 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还有别的办法 还有别的打劫办法 比如说走这个 也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黑棋随手一挡上 这个地方就没有变化了 白棋做这个做活了 这个地方由于有这个子在 你没法铺这个棋了 你将来这边的死活题就没有了 这边假如把棋都紧上 这边也都紧上气之后 你叫吃 白棋接住 再叫吃 白棋接住 这什么棋也没有 如果你铺这个 也没有用 铺这个 他提这个 你叫吃 他接上 你断 叫吃 成 这个手段又来了 他又可以接到这儿去了 这样的棋行 如果你去这个先打 先断 他打吃 也没有什么用处 这个地方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就是说 这样的棋行 你不能在这儿 先把这个定了行 然后再走 这边没有棋了 光这边对上 黑棋没路可走 这是一种办法 所以白棋走这个时候 黑棋只能走这个 这是没有办法的 逼招 白棋冲吃 黑棋打这个截 这个呢 是这道题 第二个打截的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呢 黑棋点这个时候呢 白棋可以走这个 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就接上 这边这回已经确保没棋了 黑棋 如果从这边连回 白棋就退过去 黑棋如果破眼 不破眼怎么办 也没有接这个 你接这个白棋活了 黑棋大龙全死了 这都宽着气呢 这边已经没棋了 但是你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又可以从这里扑进去 这回是打一路上的截 这个是这道题的第二种打截办法 这个白棋可以走在这边 第三种打截办法 刚才走这个的时候 已经要扑这个 还有一种打截办法呢 就是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直接挖这个赤 这个也干脆 非冲不可 再干脆开这个截 尽管开截以后 白棋提了 站在这 将来要断这个 有点小有损失 但这是次要的话题了 总之 这个一走 这儿就要开截了 所以这些变化 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无论怎么走 白棋 走这个也好 打截也好 走这个打截也好 不管怎么说 都要争取打截的变化 黑棋大龙呢 才能趁势脱险 所以这个变化是不对的 这个变化一走完 他叫吃 你逃 再叫吃 你只好接住 黑棋把这个一走 白棋只好挡住 黑棋接上 白棋只好破眼 黑棋把气 后边的气一紧完 这局部就没变了 气紧完之后 白棋气都撞紧了 这就是 白棋变成任黑棋宰割了 黑棋一断 白棋一打吃 黑棋一尝 白棋叫吃 黑棋再扑 白棋提 黑棋叫吃 这样 黑棋就变成黑仙活了 所以在这道题的正解 应该是黑仙节 而不是黑仙活 今天的节目 敬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